大家好,我是恒河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五 今天我想最热的话题就是讲这一个 昨天日本开始正式的排放福岛的核废税 美国国务院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是对日本的做法表示满意 透明,科学 中共采取了一个实际行动来惩罚日本 不过效果怎么样呢,恐怕不是中共计划当中的 辅导排废水的事情,中共可以说应该是趁机煽动 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批评或者是抗议 有点唯恐天下不乱,或者是充分利用这个事件 因为基本事实呢,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点知道了哈 所以呢,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它排放的是经过这个过滤处理过的这个核污染水 这个呢,不是冷却水,也不是核废水 严格的说,它排出的已经是处理过的核废水 看到广泛流传的这个大陆一位似乎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师 做的一个关于科普 说那是直接接触过这个核燃料堆新的 所以呢,它不是这个冷却水 这是事实 但是呢,它仅仅说出了部分事实 而仅仅给出部分事实 得出,想让别人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的话 那么这就属于政治宣传,不是科学 因为它刻意隐瞒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就是这是经过ALPS 就是先进液体处理系统 我想大概是,应该是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经过过滤的这个核废水呢 其实它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放射性的物资啊 都被过滤掉了 然后就被浓缩在这个过滤器里面了 就过滤的物资里面了 所以除了川以外 因为川呢,实际上是轻的同位素 那么它是组成水分子的一部分 所以你没办法从水里面把它去掉了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说就有研究表明 这种ALPS这个废水处理呢 还有缺陷 有些放射性物资呢 可能还没有完全除去 就像有一些独立的这个研究机构这么说 但是你不能刻意的把这个水已经处理过了 已经除掉了绝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资 把这个最主要的事实刻意的不说出来 这个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关于技术细节呢我就不说了 反正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说了呢也是在重复别人的 说过的话 所以呢我就没有 不打算去谈那些指标了 因为大家知道 日本人排出来的 就排放的这个水 肯定是比国际上的标准要低很多的 我相信日本的食品饮水 食品和饮水的标准哈 比中国的好不只是倍 虽然我没有查过哈 我相信日本的标准 可能比美国的标准还要高 如果日本人自己不抗议 那么大概率 中国人是没有必要进行抗议的 除非你觉得你的食品标准 比日本人还高 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 说如果说这么好的水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用 要往海里排 那么第一它这是海水 海水你怎么能用 污染的水本身和用来吸湿的 它都是海水 这个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排放 这个排放水可以用 它和海洋生物或者人类 将要接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就你排放以后哈 人类能够接触到 或者动物能够接触到的 比这个排放水又被要 吸湿掉了无数倍了 千倍万倍都不止 因为那海洋也这么大嘛 你排出去被吸湿掉的 肯定是倍数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你所能接触到的 和它直接排放的是两回事情 如果说它直接排放的 已经可以人可以接触了 那么再被海水吸湿掉 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日本方面 已经测了很多点了 十几个点 就是刚刚新的消息 发现呢 其实比这个 就是比可能预想的还要低 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相信 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 就是IAEA的这个 和日本政府的说法 我看到有人说哈 你不需要相信日本政府 但是应该相信 国际原子能机构 我觉得其实 日本政府也可以相信 因为至少比中共当局的 这个可信度 要高太多 也不会比美国政府的可信度低 就是日本政府的话 又比如哈 就是这个 国际原子能机构 他们专门在这个评估当中呢 还设置了 11个 独立外部专家 就是这些不是原子能机构自己的 而是从外面请进来的专家 那么这些专家呢 他包括很多国家 像阿根廷啊 什么马 马少尔群岛啊 什么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俄罗斯 英国 等等 美国 注意哈 这里 11位专家当中 有包括 反对日本最强烈的 中国和韩国的专家 也有太平洋地区的越南 那么 也就是说 他的可信度 较高很多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组织 进行的同样的一个调查 类似的调查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派到中国去的 一个溯源调查团 顺便说一句哈 世卫组织连这个名称都不敢用 其中主要成员 就包括了生态健康联盟的达萨克 而他和有嫌疑的武汉病毒所 长期合作 而且是他把美国的科研经费 投入武汉病毒所的 这就不仅仅是利益冲突的问题了 而是达萨克本人就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 中共既然要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公正 那么他就不应该赞扬 世卫调查组公正 就是说这是双重标准 那么环球时报呢还更有意思啊 他让中国代表 就是这11个代表当中有一个中国代表 这个人呢叫刘森林 他让刘森林呢去评论这个报告的内容 那么你想啊 这个人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 那么刘森林这个人 他能发表和中共官方不同的观点吗 绝对不可能吧 就在这件事情上 中共已经定了调子的话 那么他是一个中国人 他只能去跟中共的调子走 如果他不跟这个调子走的话 他还想不想继续当研究员了 这种事情就是不跟中共调子走的话 丢掉工作的多得很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共官方要找 他也不应该找中国自己的在那里的代表 你应该去找一个其他国家的第三方的 哪怕是被你收买的 都比直接找一个中国的代表要好得多 那么现在提到抗议 这个抗议实际上是两方面的 一个是官方的 一个是民间的 对于民间的抗议的话呢 我绝对支持 因为这个也许正是各个国家的抗议和监督 包括民众的抗议 日本才这么慎重的去排放这个水 经过这个处理 而且民 而且民间的抗议呢 它是不需要严格的科学证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提供科学证据 来证明自己放这个 排放水是符合标准的 是有道理的 也是没有选择的 这个是责 就是政府的责任 就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所以民间抗议 怎么抗议都是对的 但是呢 政府 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煽动 又当别论了 为什么呢 就像中共 中共去煽动 别人抗议 这是又当别论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有更多的资源 它有更多的科学证据 它就更应该理性处理 而不应该去排除科学方法 老百姓可以不讲科学 但是你政府必须讲科学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让你是政府了 所以政府它没有资格 像老百姓那样子去 没有理性的抗议的 是没有资格的 老百姓是可以的 所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他说 我们不希望2023年 8月24日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如果日方坚持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我想把这个稍微评论一下 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维护海洋环境 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的健康 这个倒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是很困难做到 就是怎么做到呢 就是禁止一些海产品 包括进口的和制产的 因为你一旦排放的话 理论上在海洋当中 就会逐渐的达到平衡 也就是说 每个地方的浓度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中国渔船呢 在南海捕的鱼 和日本渔船在日本海捕的鱼 他们所接触的放射性 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 当然了 如果完全禁止海产品 不是水产 因为淡水的应该没有大关系 要完全禁止海产品的话呢 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这个实际效果 倒不会这么明显 那是理论上的东西 实际上不会这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日常食物当中 各种有毒的成分太多了 相比较而言呢 日本处理过的河水 这个废水排放 受到影响的这个海产品啊 倒很可能是最安全的 至少比中国产的各种食品 要安全一些 所以它的效果不会这么明显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你把海产品全部禁掉 那是可以的 但是呢 对中共当局蓄意的炒作 和没有根据的这个反对哈 所以我觉得这是 另外一回事 就是跟民众的抗议是两回事情 是不是恶意炒作 当然了 这个是需要证明的 我个人认为哈 这是恶意炒作 就是中共啊 因为现在大陆上网络上 把这个证明 不需要故意担心的那些信息啊 都给封杀掉了 也就是说 你只能听到 危言耸听的声音 你不能听到 让大家安心的声音 这就足以证明什么呢 因为封杀言论 这是从上面下来的 那么封杀什么言论 你就知道中共这次 在这个事情上的政策是什么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以这件事情来敲打日本 是最高层的决策 所以有一个例子嘛 就是有一个自称核物理学 老专家的一个人 叫JML3346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告诉大家哈 从科学论证方面说明 这个事情不用太担心 结果他被封号了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证据 证据证明就是说 中共当局是把它作为一个 政治上的抵制来进行的 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进行的 对外的 中国现在已经禁止 一切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嘛 不过这次炒作的结果呢 很可能又是事于愿违 中共是打定了主意 要利用排放去敲打日本 一方面呢 我觉得哈 就是日本在 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上 在 在这个 没有关系上现在强化 尤其在台湾 台湾问题上哈 越来越和美国同步 而且对中共非常强硬 在整个印太地区呢 日本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 抵制中共这个方面 在阻止遏制中共的扩张方面 那么另一方面呢 中共现在是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尤其国内经济复苏是遥遥无期 所以他迫切的需要把货水引到外部去 特别是外部的敌人 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呢 在中共角度看的话呢 那 日本是一个最合适的靶子 不过这次呢 他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用力过猛的话 会伤到自己 至少目前有两个迹象 或者已经出现的现实 一个呢就是抢盐 这个是当局没想到的哈 以至于官方呢 不得不出面来解释 中国食品呢 中国的食盐呢 有90%是井矿盐 只有10%是海盐 而且中国的盐足够足够 你们再 不需要去恐慌 不需要去抢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悖论其实 为什么呢 因为当局需要煽动起来的 就是不理智的民众 就是不理性 他需要煽动的 就是不理性 如果民众理性的话 如果他们理性的话 就不会达到 中共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盲目的去反日 但是不理智的 发展方向和后果呢 同样会 难以被中共控制 也中共也是预料不到的 所以中共没有想到 一抵制日本的海产品 老百姓做的第一件事情 居然是抢盐 抢盐呢 还算好 他说有个中性事件 就是说 他没有什么好处 也没什么坏处 他没有伤害到日本 那么对自己呢 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无非就是 缺货 缺货当局可以去 很快的补上 那个人呢 抢够多了 可以留着慢慢吃嘛 实在不行的话 就多腌点 这个蔬菜和这个肉类的嘛 多腌一点嘛 也可以 或者你放个十年 也可以吃嘛 但是第二个后果呢 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就是人们开始 抵制一切海产品 甚至可能连累到 一切水产品 就是不仅仅是海产品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就网上已经出现的 就昨天晚上 有一些中国渔民直播的 直播间 被恶评充满了 那么导致主播呢 甚至崩溃 就是卖不出去东西 还被骂 那么最后呢 说会不会出现 中国自己的渔业 被重创的情况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呢 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毕竟呢 出于对自己健康的担忧 而自发抵制的情况 和这个当局组织的 假自发的抵制 是不一样的 官方组织的 当局可以收放制炉 你像以前这个 砸日本车什么之类的 自发的抵制 你要逆转的话 那么可能不会这么容易 中国的渔业哈 比日本出口中国的海产品 相差多少 我算了一下 2022年中国的海洋捕捞产值 是海洋捕捞产值哈 是2500亿左右 2500亿人民币 大概 海水养殖业呢 产值大概是4600亿 所以两个加起来的话呢 大约是7000亿元 这是海产品 包括捕捞的和养殖的 而当年呢 就是去年哈 日本向中国出口的 水产品呢 大概是870亿 870亿日元 大概相当于4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呢 就中国自产的海产品 自己的海产品 大概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 不到200倍 它170多倍 就这么个数字 所以说呢 如果说这个反 反而影响到中国的水产业的话 那么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 这么大一个产业 渔业 和它的相关的 上下游的一些工业 或者是一些企业 所以说这对中国的经济的打击 要比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大太多 再一个呢 就是发动群众去抵制日货的话呢 其实它会强化日本和中国 脱钩的这个意愿 和脱钩的速度 因为在 以前日本是寄希望于继续可以 在中国赚钱 或者不敢得罪中国 但是现在恰恰是 中共把他们推到了 越推越接近美国的这个怀抱 所以说现在 中共的所作所为 这个时候来 来打击日本的话 其实对中共的整个国际环境 只起到了恶化的作用 因为日本的民意 会越来越倾向于 这个反对和中国继续保持关系 而民主国家呢 它最终的民意是会起到 推动政治决定作用的 当然中共可能已经破罐子破摔 它不在乎了 从某种角度看 北京这次也可以是一次 大规模的认知战实验 就是对对外的认知战 台湾比较喜欢用这个词哈 对台湾 其实认知战是对所有的国家的 就是本来日本的排放呢 是一件不可避免的 而且不见得是后果 这么严重的事件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从科学上讲的话 它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至少现在的科学的认知是这样的 将来科学有什么认知 或者有什么变化 那是以后的事情 就是现在所知道的 但是中共呢 就硬要把这件事情呢 就是变成一个妖魔化对手的 一个工具 一个利器 那么它怎么去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利器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 大部分国家来说的话 它是知道这些原子能 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评估的 它也知道日本的说法 它也知道中共的说法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 对自己有利的武器 这就是中共这次的认知战 那怎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充分利用这个时间 就这个事件 怎么样去分化瓦解 相关的国家 比如说在东南亚 或者是东北亚 怎么样把其他的国家 拉到自己这边来 所以呢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的话 其他的国家来说的话 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来分析中共的这种认知战的手法 因为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事件 下面顺便说一下 其实人类呢 是一直生活在放射性之下的 因为这些放射性物质 它就是天然的嘛 它就在地壳里面的 就在地球上的 只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太注意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说是 这个太平洋最好的黄鱼的产地 是在太平洋中间的一片珊瑚礁 而那里呢是美国的 50年代到60年代 核武器的试验场 后来就想起 我以前曾经看过一本 跟日本有关的小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日本的小说翻成中文的 就说的是1954年 美国在那个马少尔群岛 引爆清淡那件事情 后来日本呢有一条捕鱼船 是捕金枪鱼的船 受到了辐射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通知 所以他们受到了强烈的辐射 后来怎么回日本 好像是很多人都后来 受到辐射造成死亡的 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嘛 所以我是很喜欢吃黄鱼 大黄鱼小黄鱼都喜欢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觉得 黄鱼是非常好的鱼种了已经 那么既在国内的时候呢 小时候吃过不少 后来呢就越来越少了 据说呢就是过度捕捞 就没有了 到了美国呢才发现 其实特别在亚洲的超市里面 这个黄鱼特别多 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呢 就不敢吃了 但最后呢还是没坚持住 后来才知道哈 其实台湾有一个 叫什么 陈振东 他有一个团队 这个研究团队呢发现 就是在太平洋 从南向北有一个 200到400公尺的深处呢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摄137的输送输送量 这个输送输送带呢 呃它是2016年到2018年 福岛地区每年 释出到释放到海洋的 这个摄的 摄的同位数哈 的1000倍 就说它有一条这个 摄浓度非常高的 这条带 那么 这些放弃性同位数呢 其实不是来自福岛核电站 而是来自1958年到1962年 期间美国和俄国密集核弹 事报的这个 这个核弹核弹 实验的那个那些实验场 所以说呃有些事情我们 不知道其实就一直在那里 中共如果是真的去关注这个 核废料的话 真正关注人的健康的话 我觉得它也许应该公布哈就是 在这个呃六十年代的时候 到七十年代可能 就是在新疆进行的核实验 造成的大量居民的非正常死亡 还有就是呃后遗症 还有在新疆引起的生态灾难 也许它应该去 回忆一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在新疆发生的事情 不用去关心太关心呃在日本发生的 呃全世界都没有真的把它当成 严重事件的事情 呃去关心关心自己的居民 自己的国民所受到的核污染的影响 呃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哈 我们再看一次上一次呢是有一些问题 呃有一个朋友呢问到就是说 是否可以在直播当中 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呢 能有相关的画面作为辅助 呃我确实也是想这样做好 这里可能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可能是版权的问题 呃我得问问人家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准备时间 因为我是自己准备自己的话题 然后准备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争取试试看 但不一定能够马上就做到 呃还有一位朋友呢叫PandaBear 他说胡锦涛没有进行制度改革 是一他无魄力也无手段 二他和他的家族是既得利益集团 他哪肯失去那么多好处 呃其实到了邓小平 当时哈中共领导人当中 唯一一个有这个权力 胡锦涛他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掌握过权力 真正有权力有能力有也可以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唯独邓小平 邓小平没改以后的人都改不了 那问题是邓小平不能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会冲击到中共的统治 一旦改革以后中共自己肯定就没了 所以说他不能进行这个改革 呃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代嘛 第一代的就是说 他自己的一切都是毛泽东革命所带来的 没有毛泽东革命就没有他的一些任何东西 所以他不会去否定共产党的革命 而要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一定要有这种魄力去否定共产党的革命 这就是这个问题 呃至于说 胡锦涛不能改 是因为当时党的上层 所有的因素对 都对政治体制改革不利 所以说你按说起来的话 这个 呃温家宝应该比胡锦涛 呃更清醒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他 呃更有魄力一点 但是他也无能为力 呃 还有一位林立哈 他说 呃普利格金和林彪有点像 半君炉半虎 皇上面前攀高兹 飞得高摔得摔得很 呃这两者很多人进行比较哈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呢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普利格金其实是至早麻烦 因为他不发动兵变的话哈他不会有事的 普京不是个主动折腾的人 就是在内部哈主动折腾他不干这个事的 他在而且这个普利格金本人呢因为他级别差太远了他只是个厨师嘛最后搞了一个武装集团而已 就是他在政治上他对普京没有任何威胁 普京要搞也不会去搞他 他和反对派的领导人完全不同 反对派的领导人他他有他的基础 普利格金没有自己的基础的他就是靠着 普京 林彪才是真正的半军路半虎 因为林彪本来是个不惹事情的人 就是他开会总是装病 他不想进入这个权力中心 所以包括他成为副统帅哈 甚至都不一定是自己的这个意愿 就是他是被被这个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卷进卷进去的人 毛泽东呢是一个需要不停的寻找敌人的人 就是永远在折腾中 他实在找不到敌人呢就制造一个敌人 所以林彪的下场是必然的 就是只要被毛泽东看中是接班人的 一个一个的都得被他自己干掉 因为你要定接班人就会对毛泽东造成威胁 林彪不要说写入党章 当他接班人这个写入党章的时候 林彪的命运就已经定了 所以林彪是没有选择的 而普利葛金自己是有选择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 干净世界的朋友呢请关注 当然先注册一下然后关注 那油管的观众呢请订阅点资和转发 而且呢请大家留言 感谢观众朋友们这个 这几次节目给我的留言哈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